那我们现场三位都可以接受各位提出一些问题 不过我们今天聚焦在如何做好一个好职工上面 我看到后面有一个清纯女孩戴着眼镜 请帮我拿麦克风给她 谢谢 在这里 那位 来你到前面来好吗 谢谢你 来 你直接讲 就是主持人好 然后来宾好 就是我想要就是 就是刚刚福伦就有说就是 他会就是 比较在意说自己做什么 而比较不在意说别人给他眼光是什么 可是当就是我们付出型的时候 别人会给我们一些feedback 那我想知道 就是说 就是这件 就是我看到后面有一个参会 那我想知道说就是在这整件事情里面最让你感动的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是最让我感动的是那些坐在第一线的那些工人跟那些工程师 因为大家知道回忆一下的时候那时候要么就天气很热 要么就是下雨的时候 在下雨的时候他们是在铺水泥路的 那我打电话到现场我说你们不要淋雨了怎么办 他说没有关系 因为我是担心我不懂 怕水泥路一扑上去一下 那时候雨好大 那就会散掉 他说不会的 他们跟我讲就是说 下雨的时候 总有停的时候 他们就讲在等停的时间 中间来抢修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精神就是我们做人的精神 我们用这种精神来做任何事情的话 就不怕失败 不怕被人家打击 所以这是让我感动的地方 谢谢 谢谢 我们下一位 来下一位哪一位要举手的 我们今天现场的人都变这么安静 来台电志工社我要点名你戴眼镜这位男生 他去吃东西了 你有去吃台南夜市 所以你要负责问问题 来或是你想一下你的感想 好吗 OK 谢谢 你讲一下你的感想 你这么年轻 你几岁啊 可以透露你年龄吗 这算不礼貌吗 刚毕业 那你为什么参加台积电志工社 我需要站起来吗 我站起来 都可以 我想最感动的应该是跟社长 就是我们一路做了很多的事情 他就说 你们不要叫媒体来 就是他很专心地想做事情 我最感动的是 因为我们就是那个路 就这边的时候 因为天气非常的热 而且真的还闻到气体的味道 还闻得到气体的味道 还闻得到 还看到那个化学的工兵 戴着那个防毒面具 在那边侦测 其实是有危险性的 所以特别跟董事长报告 那现场是有危险性 那我就看到社长跟处长 处长很勇猛地 一个人就跳到那个壕沟里面 但是有在跳上来 然后 是身材矫健 对 非常感人 我只能说非常感人 就是台积电做事的精神是 这么地脚踏实地去听 去看他们到底需要什么 那社长一直叫那个媒体的朋友们 就是去休息了 因为我觉得在旁边看到最感动的事情就是 我们做这些事情 不是为了要让人家看见 我们做这些事情 我们认为这是对的事情 我们就要去坚持 处长 你有点年龄了吧 你不怕跳下去脚摔啊 不会啊 真的吗 对啊 因为我还是要爬阴架 你还是要爬阴架 对对对 所以你看到就跳下去了 我忘了啦 但是因为它不是会很深 它只是很不平而已 可是那个地方其他人家那个工兵啊 都戴着口罩嘛 在那边侦测 对 你没有戴吧 没有 这个是不太好的事情 不太好的示范 不太好的示范 那因为刚开始 后来我们知道说那边已经没有气体了 只是说刚开始我们不知道 那这个是不太好的示范 OK 好 我们台积电还有哪位志工想分享一下你们经验的 有没有哪一位 我觉得你想 那边有个女孩 那里有个女孩 那边有一个女孩举手 对 可是我待会有一位台阶级志工你们 有一个人在跟我们分享经验啊 好 来我们先请这个女孩 你好 我是想请问说 当志工的话需要有很多的专业专长吗 如果一个人他什么都不会的话 他可以当志工吗 他能帮得上什么吗 谢谢 庄处长这一定是你的好答案 这一个 我想这个没有错啊 就是说什么样的志工 他可能有一些限制条件 像我们公司的节能志工呢 会去处理这个电盘 所以这个我们的会计 一样问过这个问题啊 我们在做志工招募的时候呢 我们会计要参加 我常常说不行 因为我怕你这个去出勤的时候呢 受到伤害 因为你这个还是有一些专业技术上的问题 那我们还有其他志工 比如说我们这个照顾老人志工呢 我们是没有专长的限制 那有些志工会有专长的限制 那这个是会碰到 就看你做什么样的事情 那当然做志工 第一个是要保护自己 这个去帮助别人当然很好 可是不可以让自己陷入危险 这是我们社长给我们的这个guine line 就是说这个是基本的不可以跳过去 所以我们的志工一定是 有些专业的志工呢 那一定要有专业背景 我们是没有考试 但是我们会check他的这个专业背景 照顾老人要什么样的专长 刚才他的意思等于是说 他很想参加志工 他没有专长 那我们社长来回答 做志工 完全要先认识你自己 因为每一个志工的 你说你去的服务对象 跟你要分享的 完全是看你的个性 可以不可以 因为我晓得我自己 我绝对不能到医院里面去当志工 因为我想我去当志工的时候 你家家属都还没有伤心 我就比人家心哭得快 所以我不走进去医院的这一方面 所以台积电的志工社我们叫快乐志工 因为我希望我们团体是安全第一之外呢 我们是一个bus 从公司直接到地点 完了以后整个bus回来 可中间的时候我要他们快乐 我要他们没有危险 所以这个时候我要自己去 我要先自己去走第一遍 那跟老人的时候 他们跟我们要求 就是要喂食物推轮椅 我跟他讲喂食物不行 因为那些老伯伯 他们已经85岁以上了 这些人有些时到不见得是 会唱通的 或者我们做错事 所以我们就陪他们唱歌 教他们东西 所以做志工要用智慧来当志工 那完全要看 你参加这个志工的志工社里面的人 是不是完全可以保护你 所以先认识自己再去做志工 不然要是做得很苦的话 这个志工不要去做 你觉得你做志工越来越年轻 越来越漂亮 越来越快乐 是不是这样 越来越富有 年轻我不好意思自己说 快乐是 我是觉得我很快乐一样东西就是 以前我进去台积电的时候 我是觉得是个冷冷冰冰的一个公司 现在呢 因为那是董事长在 那后来我们进去 我们把志工社 我进志工社是完全是处长 他是跟我讲 他说 他说夫人你进来 你就挂个名就好了 我来做 他没想我会 做出那么多东西来 那我最开心就是 台积电现在 不是只有志工社 我们每一个厂都有个目标 有一个服务单位 或是他们要去 跟人家接触的一个单位 帮人家修房子也有 或是我们募捐钱 这样这些 去捐车子 最近捐了三部车 四部车 到一些老人之家 或是一些棒球队这些 所以我是觉得 现在台积电里面的人是活 不像那么像工程师了 就很多 而且你看他们出来的时候 像一群鸟一样 呱呱呱呱呱呱呱这样子 那回去的时候又很开心 董事长你同意吗 你觉得你同意夫人 我想这个 Sophie的自己的心情 也已经改变了 她从前没做志工的时候 没有当志工社社长的时候 她完全是一个外面的人 所以她看台积电的人 是冷冷冰冰 冷冷冰冰的 那现在她这个志工社 已经做了许多年了 好几年了 那她是把自己 已经是把自己 当作是台积电里面的人了 其实台积电里面一直热情如火 你的意思是这样 是吧 是是是 其实我想台积电的人 其实本来是 是没有改变那么多了 他今天上台的重点 记住了 字幕 saud不 cup sudden 睡觉 我们等一下 我好不好 我有个爱乐 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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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乐